好看一下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其实已经发了激活链接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激活链接 看没有 这个激活链接 邮件放完之后呢 我们最终这个激活链接呢 就这个样子啊 然后呢 UseActive 后面这一段呢 是你加密的一个信息对吧 包含用户身份机的一个加密的字母传 那么当用户呢 他一点击这里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会访问你网站的这个地址啊 那么你想一下 在我的地址里面 我应该看 地址对呢 里面我要干嘛 好 首先我是不是要补获这一部分的吧 我补获这一部分之后 我就可以呢 对他进行一个解密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在这边 写一个对应的啊 激活的试图啊 激活的试图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的reject啊 在下面再来一个激活的试图 比如说我就叫他 然后在这里面啊 直接写上一个叫做class啊 classActive 比如说我叫Active啊 然后呢写上一个6 好 这里面呢有一个计程will 他呢就是这个 属于这个 用户激活啊 用户激活 那么这个用户激活的话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用户一点击这个链接什么请求方式 哎 get对吧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 我只需要定一个get函数啊 define 定一个get啊 然后呢写上一个request啊 OK 那么在这里面 我就先写到这啊 这里面呢就进行 用户激活 然后我在这里面呢 我先不写内容 我先写一个pass 回过头来 我先在这边呢 把这个地址配一下啊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在我们这边呢 这个链接呢 我们也给大家看了 它的格式呢 就是我们的user active 对吧 前面的user呢 在我们包含应用里面 已经写了 所以你配置的是active 后面的这一部分啊 所以在我们这边 直接写上r 然后开头写上一个active 对吧 斜杠后面 这一串数字呢 我需要呢进行 补货啊 补货 直接 括号 里面写一个点心 我就可以把它呢 都拿到啊 都拿到 好 后面呢 有一个对应的视图 对吧 就对应着我们这个 导入过来 叫到active vue啊 activevue 那么对应到我们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叫到active vue.svue啊 svue 好 里面写一个啊 内幕叫到active 这里面呢 就是用户 激活啊 用户 好 激活 OK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啊 我就作为一个关键字 参数来补货 然后呢 问号 p 写上一个 token 对吧 写上个token啊 那么我既然补货了这个参数 它掉我的时候呢 它就会给我传过来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 我需要去 接收它啊 在这边加一个参数 叫做token啊 好 有了这个token之后 对吧 拿到这个token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就要做了 对吧 首先 都有这个参数了 我要进行一个 解密啊 进行 解密 那么解密呢 就是获取 要激活的 用户 信息 对吧 获取啊 要激活的 用户 信息 那么 我们给大家讲了 我们加密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这个对象 你解密的时候 是不是还创建一个对象 对吧 只要他俩 这个 密钥 和这个过期时间 是一样的啊 就可以 在这里面 拿过来之后 创建一个他 对吧 创建一个他之后呢 下面呢 我就可以呢 去解密了 直接调用这个对象的 他的这个方法 叫做 漏子 对吧 漏子里面呢 把这个出黑呢 是不是给他拿过来 对吧 拿过来之后呢 最终我们说 如果过期的话 你漏子的时候 是不是会报一个异常 对吧 这个异常呢 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异常导过来啊 在这里面 从我们的 Achangerous里面 再导一个异常过来啊 from Achangerous 好 impact我们的这个啊 就这样一个异常 把它导过来啊 如果过期的话 他就会出这样一个异常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就可以在下面呢 解密的时候 我直接try 然后呢 写上一个 accept 对吧 accept是谁呢 就是这样一个异常 然后呢 我可以呢 捕获一下他 好 我们先看这个异常这一部分啊 如果这个出了这个异常 说明这个激活链接 已过期 对吧 那么我在这里面呢 哎 我就给他简单做一下啊 你要激活链接已过期 我就给你返回一个字符算啊 告诉你激活链接已过期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要去导入一个 类啊 from我们的jangle .itp import我们的itp response啊 response OK 那么 然后 直接在这边返回啊 return一个itp response 然后呢 写上一个 激活链接 已过期 OK啊 那么这是我们激活链接 过期的这边 我们就这样做啊 然后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这里面就是进行一个 哎 激活了 对吧 如果他没有错的话 你应该可以接到这个返回值 接完这个返回值之后呢 我们加密的数据的格式呢 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所以我要取出你 激活的用户的id 你解密出来还是一个字典 我就可以呢 根据这个confirm呢 把这个user id呢 给他拿到啊 OK 那么在这里面 哎 获取激活用户的id啊 获取我们的啊 带激活用户的id啊 然后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id呢 其实呢 就info 哎 中国号 写上一个 confirm 对吧 confirm啊 然后 拿到这个user id 好 有了这个user id之后 下面要做啥了 好 根据 对吧 根据啊 id 哎 获取 用户信息 对不对 获取用户信息啊 其实呢 就是我们的 user 点 啊 不是 x 点get 然后那id呢 等于我们这个user id 好 你拿到这个user 对不对 拿到之后呢 下面我怎么激活 好 我是不是把它的激活标记 给它改成1 对吧 is active 等于1 然后呢 我再保存一下user 点 save啊 OK 那么之后的话 哎 这里面少写一个括号啊 这是方法 对吧 做完之后 哎 下面呢 我们呢 要进行一个处理 啊 做完之后 我们应该返回一个应答 你比如在这里面呢 你用户 你账户激活了啊 你可以呢 进行一个登录 哎 我就直接给你跳转到这个 登录页面啊 所以哎 跳转到 登录 页面 登录页面啊 那么这个登录页面呢 我们这边还没有啊 也是呢 从static 里面 把我们这个登录页面的 拿过来啊 直接 copy一份啊 copy一份呢 然后呢 放在我们的 下面啊 哎 这是这个登录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紧接着呢 我们先在下面呢 写一个登录的试图啊 让它显示一下啊 直接呢 写一个啊 class啊 class login view 继承 view 哎 那么显示登录页面 哎 这里面呢 我们定一个get方法啊 登录 那么在这里面 define 定一个 get 哎 有一个参数 叫做request 这里面 它呢 就是显示 登录 页面 哎 直接在这里面 return render request 对吧 然后呢 显示我们这个 login.meo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的登录的地址呢 我们就叫它啊 user login 哎 写完之后呢 在这边去做一个 配置啊 做一个配置 哎 在这里面我们再加一个配置项 哎 这个配置项 UIL 啊 上前过去的 login login 哎 到了 好 面对应的 这个类呢 你要导入过来 哎 就是我们这个 login view 好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 loginview.sview 然后 内幕起一个名字 叫做 login 哎 它呢 就是这个 登录啊 就是这个登录 好 哎 这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么你知道这样登录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在这边 我要去跳转了 跳转的时候呢 我还是使用这个反向解析 return redirect 哎 revise 这里面呢 登录 它在我们的这个U的里面 所以前面这个name suite呢 就是我们设置的 U的啊 冒号 登录对应的这个name呢 就是这个 login 哎 所以呢 我写的就是 他啊 我写的就是他 OK啊 那么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激活的流程啊 用户一点击激活链接之后 你 他就会访问我们的 user active啊 这个地址 那么在这个地址进行配置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呢 就补获了地址里面的这一部分 对吧 然后 哎 在这个 对应的视图里面呢 哎 我就需要呢 去 解密这一部分的信息 如果他过期的话 说明这个激活链接已过期 哎 我就呢 给用户返回一个 激活链接已过期 好 否则 我们就可以解密出来这个数据 拿出要带激活的用户的ID 然后呢 根据这个ID呢 获取用户的信息 把他的激活标记呢 置为一 哎 进行更新 就代表呢 这个账户呢 是激活了啊 最终之后 给他跳转到一个 登录 页面啊 那你注意啊 在我们这里面 激活链接已过期的时候 我在这边做的是 直接返回一个 自幅转啊 就是你实际呢 你再去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激活链接已过期 你不能说我直接给你返回一个字符上 告诉你激活链接已过期 你应该呢 我再给你 我可以呢 再给你返回一个页面 对吧 我告诉你这个激活链接已过期了 你点击某一个链接呢 我再给你发一个激活的邮件啊 实际项目的时候 你应该这样做啊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就直接啊 这样模拟一下 但是你知道 实际项目里面应该怎么做啊 OK 好 这是他啊 好 好 谢谢观看